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了布局2024立委名单 说要组成选策会 但名单说除了李全教 还有因为炒股案被判刑和朱立伦 一起操作郭台铭回党的傅昆奇 让党内骂神四起 面对黑金严峻季节 面对黑金绝对不可能会 撤销选策会已经好像变成一个黑金小组 民进党将来会把朱立伦也讲成黑金的头头 社会上也不看好他 国民党内部也反对他 选策会没有公信力协调出来的候选人 那怎么会有公信力呢 傅昆奇还呼吁侯友仪出来一起承担 但网友嘲讽 傅昆奇和朱立伦拼命找郭台铭来卡侯 就是承担吗 朱立伦需要傅昆奇帮忙卡侯啦 扯一堆都是假的 那我作为党主席 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 对于外界的意见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也在调整 那不是废话吗 既然有错就赶快把选策会撤了嘛 等一下再跟他骂几天 而且你到底要搞多少委员会 叠床架屋啦 搞这么的一个委员会 然后被人家打成这样 其实是蛮笨的 党内炮轰朱立伦重用傅昆奇 国民党哪有脸 再去骂民进党黑金 朱立伦为何离不开傅昆奇 最强母亲侯友仪 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 我们这些幕僚单位会全力的来协助 外面看他就是朱立伦 所以当傅昆奇早上开这个记者会 就会被人家认为是诸侯对治 选择会是要在坚困地区提名候选人 屏东也没有啊最初的时候 嘉义也没有啊 这些是澎湖现场丢了 澎湖也没有啊 眼看对手民进党 已经在全力备战2024 国民党恐怕早没本钱 党内户打自乱政教 记者谢宏 陆许光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